天下坝场的鬼吹灯系列主人公是胡八一 这和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迹 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也是最近被翻拍最多的 目前上映的电视剧《沙海》 就是南派三叔的作品改编的 而最近据说又有一部改编 自天下坝场的影视作品云南童谷即将要上映了 《巨海报》定档应该是九月底上映 这次的主人公胡八一又换演员了 他叫泰腾 为了饰演这个角色 也是特意的续起了胡须和飘移的长发 不知道网友是否买账呢 有的网友就对此系列主人公的频繁更换演员颇有微词 这次的演员 网友觉得比转今天的胡八一还要不像 我们数一下这个系列的胡八一都是谁扮演的 你们觉得谁最像 赵又廷版的胡八一 这个故事也是鬼吹灯系列的一部叫做九层雕塔 赵又廷的这个角色感还是很不错的 估计这个原著应该是没有少看 网友评分还可以 相似度也可以 陈坤版的胡八一 这是在《巡龙爵》这部作品中的演出 陈坤的板像还是很厉害的 比赵又廷感觉更加像原著里的形象 也是长发飘飘的 关键这部电影的王胖子是个看点 它是由黄博饰演的 还有大金牙是由夏宇饰演的 所以这部电影的收视率还是不错的 老干部靳东的胡八一 这是《巡龙爵谷虫》的那一部 被拍成了电视剧 说实在的 小编还是挺喜欢这部电视剧的 当初追剧到疯狂了 靳东和陈乔恩的这对搭档也是狼才女貌 让观众赏心悦目的 虽然靳东的形象上没有和原著的大胡子长发吻合 但是他的胡八一别有一番味道 软惊天的胡八一 不得不说这是最不像胡八一的了 软惊天没有那种时代感和年代感 可能是因为从小没有生活在那种环境下吧 这不是改编字黄痞的坟 故事内容还是很好看的 也是电视剧 值得追一下 看过了这么多的胡八一 其实网友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刘烨出演一次胡八一 因为网友们感觉 他在血色浪漫中的表现 简直就是和胡八一一样的 也是兵团出生 有一骨子皮 但是很让人踏实 相信刘烨要是出演胡八一 这个剧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追的 你们觉得谁最像胡八一呢